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注文旅业态 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文旅报道 发展夜间经济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促进消费 拉动内需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抓手 在今年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召开期间 吉安以夜游为抓手 推出后河夜游 美杯夜游 幸福小镇夜游等精品项目 打造城市夜游新地标 点亮吉安夜经济 华灯初上绚丽多彩 城一夜偏周穿梭在干江之盼的后河 一场穿越千年的梦灰庐陵沉浸式光影夜游奇幻旅程就此开始 坐在游船上 游客们仿佛穿越了时空 开始了与仙人的对话 伴随着天鹅船和孔雀船 聆听大唐第一女歌唱家许和子的天籁之音 与醉翁欧阳修一起寄情山水 欣赏无尽风雅 无边风月的诗意庐陵 置身于京榜提名的情景之中 体验古代状元的人生高光时刻 与文典祥和三万庐陵子弟一起 感受浸润在庐陵人血脉中的结义之气 借助光影技术 5.5公里的行径式体验 庐陵古老历史文化与科技完美融合 与会嘉宾沉浸其中 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浪漫庐陵之约 把这整个庐陵文化都融合在这整个某和道里面 我觉得这个城市上很好 为点亮吉安夜色 激活城市夜经济 后合梦回庐陵景区以桥为影 以船为煤 借助多种高科技光影手段 将庐陵文化融入实景演绎夜景 让庐陵文化看得见 听得到 摸得着 品得到 与此同时 景区创新性打造的凤舞庐陵机甲水木秀震撼亮相 这是以凤凰为创意主题 全球首创设计的巨型凤凰机甲演绎 机甲可以模拟凤凰多种姿态 演绎凤鸣朝阳 百鸟朝凤的盛世奇景 三天两夜美杯油 义和两岸灯光秀 来到清源区美杯谷村景区 夜美杯之旅已经全新开启 已列入2022年全省旅游发展大会现场观摩点为契机 近年来 美杯谷村启动了夜油项目工程 景区内灯光布置一新 一和两岸灯光秀等业态全新呈现 为了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融合 美杯谷村景区还精心打造了飞仪灯彩展 五颜六色的花灯展示了东固传统造型 美杯彩琴 清云罕传 清围武师等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 同时景区还对现有液态进一步改造提升 将闲置老屋打造成庐陵文化数字体验馆 赋予了景区独特的新潮风景 夜油让传统碰撞新潮 安抚杨诗墓景区脚下的幸福小镇 也是此次全省旅发大会的观摩点 夜幕降临 参会嘉宾们走进杨诗墓的幸福小镇 现场正在举办幸福奇妙夜活动 人头攒动 参会嘉宾和游客们一同开启了幸福小镇的幸福夜游之旅 只有唱歌的 又有跳舞 好吃好玩的 都很大 其实看到这个幸福小镇 对我们生活很新的面目 杨诗墓幸福小镇就是我们安抚的一个旅游重镇 也是我们的合金景区 今年我们一旅会大会为契机 打造了我们幸福小镇的品牌 向幸福出发 带幸福回家 把幸福带回去 给它当一个一个一个理念 小镇充分引入创新概念和科技元素 以青春都市乡村为主线 最大满足游客的吃 住 游 玩 购 鱼 康养 休闲 度假等旅游需求 今天我看了幸福小镇呢 是一个我们感觉到是一个新冬村打造的 一些这个液态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里面的一些景观也打造的非常很好 我觉得这个安抚是我们可以打造我们的晚上的游客的夜游 旅游客来过夜是一个很好的目的地 旧贸唤新言 景区液态迅速提升 液金消费性场景遍地开花 是吉安给人的感觉 深挖整合文理资源 坚强旅游基础 优化旅游线路激活消费动能 吉安旅游正走在高品质快速发展的道路上 江西旅游正焕发着新时代的活力与精神 6月18日 2022第八届山水五宁新光碑杨梅节开幕 来自各地的游客相聚山水五宁 尽情地享受这场杨梅盛宴 体验当地的深海美景 游客们乘船畅游庐山西海美景 登上杨梅岛 放眼望去 满眼葱脆 翠绿中点缀着颗颗红色的玛瑙 鲜嫩多汁酸甜可口的杨梅挂满枝头 清新的空气中都带着浓浓的甜味 游客们手跨小蓝 穿行在杨梅岭间 体验着亲手采摘的乐趣 我刚才乘船过来 这个真的山水特别秀丽 尤其是这个水特别清 确实这么好的山水 一定会产生非常好吃的杨梅 我刚才摘了一筐 尝了一下 确实酸酸甜甜特别好吃 我给 看汁多 本届杨梅节以苹鼓爱杨梅 促文旅消费为主题 共设立9个杨梅采摘点 活动持续到6月30号 期间 除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 还推出了相关旅游优惠政策 连续8年举办的杨梅节 已经成为当地推动农文旅融合 促进文旅消费升级的一个重要抓手 是当地生态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 吸引了各方游客分支塌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快报 日前 由瑞京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发起的首个纪念馆 加高校融合发展联合体启动仪式 在干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一楼大厅举行 据了解 根据协议 双方将积极探索全方位 全过程 全覆盖的融合发展新路子 进一步推动干南师范大学 建设成为红色文化和苏区精神的重要研究 宣传机体 推动瑞京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红色教育和实践平台 实现管校融合发展 合作共赢 近日 宜春明月山迎来了多批省流外旅行团队 步入盛夏时节 来自湖南 江苏 广东 江西等地的一千多名团队游客 来到风景优美 生态优越的明月山旅游区 自恢复跨省团队游业务以来 旅游市场逐渐回暖 明月山积极推出跨省游特色产品 打造区域内精品旅游线路 积极对接省外的观光 团建 康阳旅游团队资源 实现跨省游团队游客人数持续上升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京视频APP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